今天我和大家一起读本好书 沃尔特·艾萨克森的《富兰克林传》 沃尔特·艾萨克森 阿斯鹏研究所执行总裁 曾任有线新闻电视网主席和时代周刊总编 《富兰克林传》是一个知名历史人物 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传记 作者在相应的背景中 展示富兰克林波澜壮阔的一生 将《富兰克林》作为一个典型的美国人 来着重描述 作者旨在通过《富兰克林》的经历 试图回答如下问题 人们要怎样才可以活得有意义 有价值 合乎道德 并且对他人有帮助 其中哪一点又是最为重要的 我们能从中获得什么 了解真正的美国英雄 本杰明《富兰克林》迷人的一生 以及他人生中的几件大事 历史上有些人在改变他们的专业领域方面 起到了关键作用 亨利福特革新了工业 爱因斯坦开辟了物理学的新领域 泰德特纳帮助创造了现代媒体 然而像美国传奇人物 本杰明《富兰克林》一样 接触并改变了如此多不同学科和研究领域的人 却相当罕见 在他漫长而辉煌的职业生涯中 《富兰克林》早期关于电的性质的发现 使科学界为之震惊 他还是美国一刷业的先驱 更重要的是 他也是为美国奠定政治基础的主要人物之一 本书记录了《富兰克林》令人称奇的一生 他从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 到逐渐成长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家 如果你的梦想是影响世界 你可以从这样一个鼓舞人心的人物身上学到很多 本期内容你会了解 为什么穿皮围裙表明你是一个精明的殖民地思想家 《富兰克林》和风筝的著名故事是什么 那位言辞犀利的《净行善夫人》究竟是谁 德国一个音频阅读平台的编辑制作经理 埃里克推荐本书时表示 他从这本书中不仅了解到富兰克林传奇的一生 也了解了美国为独立而战并最终建国的历史 故事从富兰克林小时候开始 年轻的富兰克林虽然没有接受过什么正规教育 但他既叛逆又聪明 本杰明富兰克林于1705年1月17日出生于波士顿 当富兰克林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他就已经表现出了独立和极具创造性的特点 这从他学会游泳的过程中并可窥见一二 富兰克林想要游得更快 但意识到他的手指和脚趾拖累了他 于是他开始摆弄一些新奇的装置 来帮助他在水中游得更快 他的解决方案就是为他的手做脚 为他的脚做脚谱 富兰克林的父母计划让他接受教育 然后进入教会 但他的父亲约西亚很快意识到 他的小儿子不适合当牧师 有许多据文描述小本杰明是柔和顽皮的 但从没有故事表明 富兰克林是个虔诚的人 例如富兰克林认为他父亲在每顿饭前被送的恩典是乏味的 因此当富兰克林家 把为冬天准备的肉腌好 并储存在桶里后 富兰克林问他的父亲 他是否可以对着桶祈祷 因为这样可以节省时间 富兰克林只花了两年时间 在当地的一所学校学习写作和算术 然后在十岁的时候他开始当学徒 他先是在父亲手下工作 后来又和哥哥詹姆斯一起工作 哥哥创办了波士顿第一份独立报纸 新英格兰报 最后富兰克林厌倦了和哥哥一起工作 对他当学徒的从属角色感到恼火 特别是自从詹姆斯离开英国后 他就只能独自经营这家报纸 所以尽管富兰克林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 但是他决定自己创业 后来富兰克林曾漫游至伦敦 而后又返回了家 但他发现自己最重要的梦想还是写作 2023年年仅17岁的富兰克林 登上了前往费城的单维饭船 在那里他在一个印刷作坊找到了工作 富兰克林认为他的老板萨缪尔·凯默 是一个古怪的人 但还是和他待在一起 因为他喜欢他们冗长的哲学讨论 正是在这期间 富兰克林磨练了他的辩论技巧 这些技巧在他后来的生活中 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 在与宾夕法尼亚州长威廉基斯爵士成为朋友后 富兰克林有机会前往伦敦 他在那里做了近两年的印刷助理 然而当费城的一位贵格会商人 给他提供了一个杂货店店员的职位后 富兰克林接受了这个职位 并返回了美国 尽管他在事业上步步高升 但他真正的激情却在写作上 富兰克林知道自己渴望写作 在他哥哥的印刷厂工作时 他贪婪地阅读 约翰班杨的天路历程深深影响了他 这本书中关于进步和自我完善的思想伴随了他一生 富兰克林喜爱的另一本书是 丹尼尔迪弗的《设计杂谈》 迪弗认为禁止妇女接受教育 不允许他们享有男人享有的权利 是不人道的 富兰克林一直致力于自学提高写作技巧 他开始丁期阅读 发表在英国《旁观者报》上的文章 阅读后过几天 他会把自己读过的文章用自己的话写下来 然后把自己的作品与原文进行比较 富兰克林最初的写作尝试 实际上是在他哥哥的报纸上发表的 这些诙谐的文章是匿名以女性比名 敬行善夫人的名义提交的 对于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 富兰克林的早期作品展现了非凡的想象力 接下来在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思想家之后 富兰克林关于社区和政府的思想 开始生根发芽 富兰克林并没有在杂货店工作太久 很快他就回到了赛缪尔·凯默一刷厂的老位置上 然而什么也满足不了他日益增长的好奇心和野心 2027年富兰克林组建了一个俱乐部 名为皮维群俱乐部 也就是共读社 与当时的老年男性俱乐部不同 共读社的会员是年轻的商人和工匠 他们聚在一起讨论时事 富兰克林最初就是在共读社提出了许多改善社区的想法 比如建立一个收费图书馆 向社区警察征税 成立一个志愿消防队和一个学院 这个学院后来发展成宾夕法尼亚大学 富兰克林关于政府和安全的思想在当时是激进的 1747年他构想建立一支独立于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政府的自愿军队 他认为这样一支军队是必要的 因为殖民地对来自法国及其印度盟友的威胁处理不当 许多人支持这一倡议 约有一万人报名加入了这个军团 并试图选举富兰克林为上校 尽管他拒绝了这个职位 相反 富兰克林写下了军团的座右铭 并为各师设计了徽章 然而 1748年 随着战争威胁的消失 军队解散了 富兰克林可能没有意识到 私人团体承担政府之能 是多么激进的一件事情 然而 殖民地的所有者托马斯·佩恩意识到了 他谴责富兰克林的行为 是对殖民政府的蔑视 并宣称富兰克林是一个危险的人 当然 真正的权力斗争还需要持续20年 这时 富兰克林还没有过度关注政府 相反 他关注的是自然世界 富兰克林的好奇心 使他完成了重大的科学发现 尤其是关于电的发现 古希腊哲学家 苏格拉底曾说过 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一过 没有人比富兰克林 更能体现这句话 富兰克林 永不满足的好奇心 使他出了名 1743年在波士顿 富兰克林观看了一场表演 其中包括一些用电的把戏 当时没有人完全了解 电是如何工作的 富兰克林被他在表演中看到的东西所吸引 开始了自己的实验 他很快发现了电和闪电之间的联系 而当时大多数人仍然认为这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 他设想了一个实验 在雷雨天 一个人拿着一根铁棒 站在一个空旷的山顶上 目的是吸引雷击 这样不仅证明了一个金属物体可以吸引电荷 而且证明了闪电确实是电 富兰克林在给伦敦皇家学会的一封信中 描述了这个开创性的实验 这一想法迅速传开了 1952年5月 一群法国科学家成功地复制了富兰克林的实验 与此同时 富兰克林决定自己做这个实验 但他并没有使铁棒 而是用了一个连着风筝线的金属钥匙 他在暴风雨中放风筝 并证明了他的直觉是正确的 钥匙被闪电击中了 然后他把钥匙上的电荷 转移到一个特殊的储电罐里 这个储电罐名为莱顿瓶 富兰克林的突破 帮助发明了避雷针 而他对电力的进一步探索 为他带来了更多的赞誉 例如富兰克林是第一个把连接的莱顿瓶 称为电池的人 然而富兰克林的工作也给他带来了谴责 诺伦特等宗教人士谴责他的工作是对上帝的冒犯 而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称他为新普罗米修斯 因为他偷了众神之火 尽管如此 富兰克林的事业还是蒸蒸日上 他获得了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荣誉学位 除此之外 富兰克林还制定了统一美国殖民地的初步计划 尽管当时的时机尚未成熟 在科学界取得成功后 富兰克林把注意力转向了政治领域 他很快就发现 这样做比与闪电搏斗还要危险 自1747年 富兰克林建立了一支志愿军以来 谁来自助这场针对法国和土著部落的战争 一直是殖民地所有者和居民之间的矛盾 1753年 乔治华盛顿被派往俄亥河谷 企图将法国人赶出该地区 但以失败告终 后来 英国殖民当局要求每个殖民地的代表 参加在纽约阿尔巴尼举行的会议 富兰克林强烈反对殖民地的所有者 他与富裕的马萨诸塞州航运商人 托马斯·哈钦森一起 起草了一份殖民地联盟计划 并计划在阿尔巴尼发表 但是殖民地之间的合作并不容易 在1751年 写给朋友詹姆斯·帕克的信中 富兰克林写道 六个野蛮人 指当地的伊洛奎部落 可以团结在一起 而十几个英国殖民地却不能 这是多么奇怪 富兰克林的计划详细规定了 一个国民代表大会 由每个殖民地选出的代表 和一个由国王任命的首脑 或总统将军组成 该计划还概括了一种 后来被称为联邦制的新政治理念 总政府将决定诸如国防 和向西扩张等问题 而每个殖民地将维持 自己的地方政权和法律 然而富兰克林的计划 在奥尔巴尼被拒绝 殖民地议会声称 这侵犯了他们的权利 用富兰克林的话来说 这个计划在英国被认为太过民主 虽然富兰克林对那些 管理殖民地的人持怀疑态度 但他仍然认为 美国殖民地是英国的 但是这种情况很快也会改变 后来富兰克林把殖民地的斗争 带到英国海岸 但却无法让地主屈服 1757年 即富兰克林的统一计划 在奥尔巴尼会议失败三年后 宾夕法尼亚州议会 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该议会派富兰克林到伦敦 向有权有势的英国家族 宣传这个问题 这些英国家族 被授予对殖民地的所有权 如果谈判失败 富兰克林将直接与英国政府对话 富兰克林最后花了五年时间谈判 1757年 富兰克林与宾夕法尼亚州 所有者托马斯·佩恩 开始了一系列会谈 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主要不满 是地主们要求 免除从法国和土著部落手中 保卫殖民地土地所需的税收 议会认为这是不公平和残忍的 在正式的诉状中 富兰克林又加了一句俏皮话 他拒绝将佩恩家族描述为 宾夕法尼亚的真正和绝对的所有者 这是佩恩家族所不喜欢的轻蔑态度 接下来是政治权力的问题 宾夕法尼亚议会选择了一组专员 来处理土著波落的问题 然而托马斯佩恩称他有权否决议会的决定 富兰克林反驳说 殖民地的前任所有者 托马斯佩恩的父亲威廉·佩恩 在1701年的特权宪章中 授予了议会这种权利 作为回应 托马斯佩恩愤怒地切断了与富兰克林的所有联系 一年后他才最终回应了富兰克林 一年后的佩恩在政治决策方面仍然缺乏灵活性 他说 宾州议会只能提供建议和同意 在这个关键时刻 富兰克林明白了 为了殖民地的利益而改变奴隶主 是毫无意义的 在这次失望之后 富兰克林结识了许多英国著名的思想家 特别是哲学家 大卫修摩 他与这些思想家广泛地谈论殖民问题 1762年 富兰克林乘船回到美国 发现那里的政治形势已经严重恶化 印花税法案是压垮殖民地问题的最后一根稻草 富兰克林看到了英国人离开的必要性 回到费城 富兰克林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殖民地居民和土著部落之间的关系 已经严重恶化 一群叫做帕克斯顿男孩的拓荒者 威胁要到这个城市来杀死当地的印第安人 以及任何藏匿他们的殖民地居民 对富兰克林来说 殖民地的私有政府显然无法处理这种情况 所以他再次出发前往伦敦 这一次他离开了十年 1765年 富兰克林这时已经离开了美国 英国人提议征收印花税 以资助对抗法国人和他们的印第安盟友 印花税法案将不可逆转地改变殖民地和富兰克林的政治观点 对许多殖民地领导人来说 征税实在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包括托马斯杰菲逊在内的一群人认为 是时候一劳永逸地赶走英国人了 1765年10月 九个殖民地的领导人聚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自奥尔巴尼会议以来 会谈首次围绕联合反对英国殖民势力展开 虽然富兰克林最初支持印花税法案 认为这是必要的务实的一步 但他很快就意识到 殖民地的态度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对他的反对非常激烈 在费城 一群心怀不满的暴民冲进了富兰克林的家 富兰克林的妻子只能独自一人拿着来福枪躲在屋里 富兰克林仍然坚持殖民地独立的思想 不久他就意识到 英国议会要么对殖民地实施所有法律 要么什么也不实施 没有妥协的余地 当富兰克林终于在1775年带着他的新观点回到费城时 他受到了爱国者的欢迎 随后 富兰克林的散文开启了通向独立宣言的对话 富兰克林意识到 如果殖民地要从英国统治中独立出来 他们就必须互相依赖 1775年7月21日 富兰克林向代表殖民地利益反对英国的大陆会议提出了他的想法 富兰克林起草的联邦和永久联合条例的内容是经过仔细考虑的 在细节上也是一丝不苟的 富兰克林的想法是建立一个单一意愿的国会 其成员根据每个殖民地的人口比例分配 此外 国会将任命一个由12名成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 取代单一总统 有趣的是 富兰克林还提出 如果英国对殖民者的要求做出让步 并做出金钱赔偿 那么联邦将会解散 和许多殖民地领导人一样 富兰克林仍然认为 这场危机是与英国政府某些部长之间的溯远 而不是与王室本身 但在1776年 一本小册子出版了 它改变了许多人的想法 并促使殖民地为独立而战 这本小册子就是托马斯·帕恩所著的《长石》 富兰克林在他出版前就曾读过 并给帕恩提了建议 因此很多人认为这本书是富兰克林写的 帕恩激烈地主张殖民地从英国完全独立出来 它进一步阐述称 将人们划分为国王或臣民 是没有自然或宗教依据的 这本小册子的销量超过了12万册 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 它帮助人们团结起来 支持一场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 1776年7月4日 大陆会议投票赞成独立 当托马斯·杰斐逊最终起草了独立宣言时 富兰克林建议对其进行修改 其中最著名的是富兰克林将杰斐逊的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神圣而不可否认的 改为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这一改动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家 在当时对富兰克林的影响 他认为人权不是上帝赋予少数人的 而是每个人在自然中平等地享有 富兰克林还在确保法国成为美国 对抗英国的盟友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美国13个殖民地宣布脱离英国独立后 还面临着一个非常可怕的敌人 为了赢得战斗 殖民地需要一个盟友 也就是法国 但谁能说服法国人支持他们的事业呢 当然是本杰明富兰克林 美国革命的胜利现在掌握在他的手中 1776年末 富兰克林前往巴黎会见法国外交部长 费尔根斯伯爵 在富兰克林对费尔根斯的推介中 他强调了一个新独立的美国 英国和法国之间微妙的权力平衡 他知道费尔根斯会看好这个问题 如果法国支持美国 这对英国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他将失去美国的殖民地 和在西印度群岛的领地 富兰克林说 如果美国人获胜 他们承诺法国人可以保留西印度群岛的岛屿 然而如果法国背弃了这一事业 美国人可能不得不迁就英国的利益 而英国的利益当然与法国的利益相冲突 费尔根斯最终同意支持美国的事业 但法国人却犹豫不决 直到1778年3月 路易十六才正式宣布结盟 路易十六宣布与美国结盟 成群的人聚集在皇宫大门外 想要一睹这位美国名人的风采 当他乘坐的车离开时 人们高喊着富兰克林万岁 富兰克林成功撮合的联盟 意味着美国人有机会打败英国人 革命后 富兰克林在外交方面的才能 极大的帮助了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 战斗结束后 是时候与英国修复关系了 富兰克林的沉着个性 再一次发挥了核心作用 在独立战争早期 富兰克林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孤立主义者 认为美国应该避免寻求其他国家的支持 但是他后来改变了立场 认为各国应该感谢法国的支持 这个立场在富兰克林和约翰亚当斯之间 制造了裂痕 亚当斯声称 法国完全基于国家利益 才同意地级联盟 在他看来 美国不欠法国任何东西 但在18世纪70年代 美国对战争资金的迫弃需求 提高了与法国关系的重要性 没有足够的财政支持 美国人无法获胜 而没有美国在战场上的胜利 英国人甚至不会考虑谈判 多亏了富兰克林机制的谈判 法国给予了财政支持 使得美国军队继续战斗 1781年 英国将军康沃利斯军爵 在弗吉尼亚约克镇被击败 这标志着独立的胜利 以及与英国和平谈判的开始 作为战争结束后的五名和平委员之一 富兰克林面临着一个问题 美国此前同意与法国协调外交关系 但英国代表希望与美国单独会面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富兰克林玩了一个冒险的游戏 他会见了英国代表 却没有让法国人知道 在这些会议上 他建议英国人把加拿大的控制权交给美国 因为他知道这是法国不想要的 也因此使美国更强大 能够减少对法国的依赖 1782年11月30日 各方签署了一项和平条约 条约的开头部分 宣布美国是自由、自主和独立的 这一声明激怒了法国人 但富兰克林娴熟的外交技巧 再次发挥了作用 他不仅使费尔根斯平静下来 还说服他相信美国的新独立路线 由于以上种种 作为美国宪法的合著者和民族英雄 富兰克林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1781年 当英国战败的消息传到美国国会时 国库已所剩无几 国会议员不得不自掏腰包 支付信使的费用 根据联邦条例的规定 国会几乎没有实际权利 也不能征税 既然战争已经结束 就需要进行政治改革 变化发生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 富兰克林是其中的核心人物 大会期间的一个关键问题 是美国各州在国会中的代表地位 富兰克林指出 由于比例代表制 较小的州担心他们的自由受到损害 而由于票数相等 较大的州担心他们的钱会有风险 富兰克林建议折中一下 国会将由会议院和上议院组成 众议院的代表将按比例选举产生 上议院的每个州将任命数量相等的参议员 下议院及众议院将管理税收和支出 而上议院及参议院将确认行政官员 并处理任何主权问题 最后富兰克林的建议被接受了 但是富兰克林的工作并没有止步于此 他生命中最后的使命是试图结束奴隶制 1760年 费城大约10%的居民是奴隶 随着时间的推移 富兰克林对奴隶制的观点不断演变 到1787年 他成为坚定的费奴主义者 并成为宾夕法尼亚费奴协会的会长 1790年 富兰克林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请愿书 要求国会不分肤色地维护美国人民的自由 然而 尽管富兰克林做出了种种努力 这份请愿书 还是遭到了那些为奴隶制辩护的人的谴责 他们认为圣经实际上认可奴隶制 1790年4月17日 本杰明·富兰克林逝世 小年84岁 从早年好奇的生活到著名的政治家生涯 富兰克林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美国人 两万多人为他送葬 最后总结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杰明·富兰克林传奇的一生表明 一个人对人类进步和自由的无限好奇心和同情心 足以改变历史的进程 好了 沃尔特·艾萨克森的《富兰克林传》就给大家读到这里 沃尔特·艾萨克森的《富兰克林》就给大家读到这里